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事情当然大家都把它认为是以色列干的 虽然以色列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但大概是干的 不过现在有舆论认为可能是以色列美国跟台湾的情报部门实施的一些行动 这个事情他我看到就是说包括联合国也谴责 那有些舆论是所谓的恐怖主义 是用这种一种方式的话呢 虽然是他公知的是金主党 但是金主党为什么要用这个最原始的这样一种方式呢 就好像我们讲他这个店主时代的话呢 往往最原始的话是可能最安全的 因为谁指谁笔啊 比你这个通通过手机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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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传续信息的话 那更能得到这个安全的保障 那国内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去说才采购了这个采完产的这样一个PPG啊 但是这里面提供了一个提出了一个这个过未来值得非常重视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供应链的这样一个安全问题 供应链这个安全这里说的供应链的安全不单是一般的 我们讲的这个就就讲的安全 比如讲我们讲现在美国因为这个供应链的安全要把中国排除在外 这个那个讲这个讲是一种经济角度讲的啊 经济角的那我现在说的供应链的安全 它是有可能会用军事上的 有可能用这个恐怖主义的啊 是这是是是这样的现在来很多人担心 啊既然这个这个PPG能够记录了个5克的这样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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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炸压的量 那那未来那个那个那个手机呢啊 会不会了 会未来的其他的电子产品呢 会不会啊啊 你你就算是啊 就算是我们讲这个这个 你对你的意思关键的供应链啊 啊你比如讲你要进口其他国家的你会要进行严格的来进行检测 但是你对那个民用产品呢啊啊啊是不是你啊 你的你的检测能力这个能不能够覆盖所有的这个进口的这个有关电子电子产品呢等等啊就提出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啊啊 尤其是在如果是在两国处于交战的这个这个交战的时候啊 特别是双方打的这个我们讲啊就算俄欧战的这样打的这样一个这个很很拖拉啊 延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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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啊那双那那处于这个战灯这个的双方那就会属于我们讲啊 啊为了赢之战灯的话呢那数就那就可以说不管怎么样我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打击对手啊 那其中的这样一个我们讲现在的这样一个案内呢 那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思路 那也可能有人会讲就算是没有没有这起案件的话 那你们就就就是说就不会这么往这方面想吗 当然可能也会往这方面想啊 为什么现在有人说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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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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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美国以色列台湾三方三方情报机构来来实施的一级一级那个呢 那就是说他就是也也表明有人会假如说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话了 那表表明就是确实是是是就是说在人们已经在就是说 这个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往这方面想 但是既然已经做出了这个事 他就提出一个提就是提出一个这个一个方向 一方面会让人们就是说往这方面就做 另一个方面当然也会也会这个就是提高这个戒弊 这里面国家了对于国家的力量还好 尤其是说会引起就是说医生 医生恐怖恐怖事这么做啊 如果一次单个人或者就是恐怖集团 他很可能以后也会这么效仿 效仿啊 来来来来来搞这样一种一种行为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警惕的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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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向啊 我现在就讲这么多 因为我们现在都处于37世代我们你跟我都一样 我们每天都看电脑看手机啊 甚至看ipad 那刚才我们这个提到传物器的事情 对讲器的事情 现在那个谁刚才一文也提到这个手机是不是有危险供应安全的问题啊 未来其实像摄像头啊 还有其他电子产品有关于通讯的都有可能如果你要把它拿成一个工具的话 一个作案的工具或者是一个侵犯的工具或者是一个什么类似那种初战争的那种工具 是不是也都都有可能性 没有参与 因为台湾他干嘛要去参与呢 嗯 他干嘛要给你这些中 卷入到中东这个这个冲突中间去呢 你要说他搞了些什么名堂 他或者针对中国大陆呢 还有一说 对不对 那是他对手啊 他他跑了卷到你中东 那干什么 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嗯 而他现在他显然 台湾处于弱小的原因 他更是 西修能够更多自保 所以他不愿意不会去主动讲入一些很一些这么敌对的纠纷中间去使自己成为冲突的一方 嗯 他真是别人就是盗用他的这个名字啊 盗用他的商标 这件事情呢 发生了就是因为在前那大概六月份吧 有哈马斯的领导人就是手机被定位 然后被遭到以色列的攻击 然后所以他们这些黎巴呢 这些珍珠党他们才觉得不能用手机 手机太容易被人家追踪 太容易被人家定位等等等等 然后才用起来这么就是 都已经被淘汰了 基本上被淘汰了的传呼机 才用起这个了 哎 殊不知那以色列的那边真是很下功夫 嗯 你这是很近的发生的事情嘛 对不对 嗯 事先天天天料到 啊 他们珍珠党的这些人 他们要改 不用手机 改用传呼机呢 你时间估计不到的呀 也是很后来 有几个月前 才传出这么 他们珍珠党人要这么做 然后这边马上就 就很高的技术 就参与进去 结果在里头就做了手脚啊 结果就发生了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啊 这个我想 当然他对这个珍珠党啊 对这个黎巴尼的珍珠党方面 伊朗方面 对他们都是个不小的冲击 嗯 冲击还不在于 在这种爆炸 引爆的 这个引起的爆炸 造成了多大的伤了 造成了伤亡的并不大 但是呢 那一他让他们感到 这个以色列这个对手就是太可怕 啊 五孔不入 已经被你攻击了 对啊 而且他们想得出一些 你一般想不到的一些攻击的办法来 嗯 能够充分利用他的高科技的能力 另外这种 呃等等 这样子就让你让他对手感到很紧张啊 就是啊 你以为你跟别人打呢 对不对 他有些出息不易的办法 能能直接攻击到你你个人身上来 让他当投资的人 你感到非常紧张 所以这件事情他对 呃当然另外 他也使得进行这种战争 双方发生冲的时候 呃 又多了一种中度的手段 这种工具 呃 当然就是就更增加了这种那个 嗯 大家感到这个整个世界不安全 呃 用这种方式 你看居然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么遥远的地方 用这种方式 呃 操纵就可以造成这么多人 呃 这这种伤亡 这种损害 呃 那这种技术 呃 他这种思路 用这种方式 造成这么的损害 这种方式 这个思路 如果再发展下去 哦 那当更会是很多这个 连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呃 因为你现在大家越来越发现了 嗯 不但你从俄乌之战 看的时候呢 常规的战争 呃 可怕 啊 虽然 一方有用核武器 但是在不用核武器的情况之下 那常规 常规战争是怎么样的可怕 哦 那以哈马斯 以色列之间冲突 由大家感觉到这种恐怖攻击 呃 是多么紧张 多么可怕的事儿 现在以色列他们又做了 走出这一招 他用很高的技术啊 完全是用这种方式 那有 又是 这个人 人们的这个 呃 进一步打开人的思路啊 觉得战还可以这么打啊 啊 实际上还可以这么做 嗯 而在现在这个世界中 大家我们手里 每个人用的工具太多了 都在用各种各样的 一些电子器材的工具啊 啊 那很可能他都会成为 对方攻击和互相攻击的 一种方式啊 啊 那种方式就 千里之外 就在 马上就传到你手边来 那可 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 那种这个 每个人感到那种紧张 那种不安全度 那就是 呃 大大的加强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本身 呃 呃 造成的伤亡 其实非常非常有限 但是它引起人们那种感受 呃 那种紧张的感受 而由此产生种种联想 那倒是很意味深长 那倒是 真是这个 呃 大家是不可以忽视的 嗯 这个伟东我同意这个 活病的看法 这船呼机爆炸 这些是我们之前想不到的 我像之前想不到 是去年 以色列其实遭受到这个 哈马斯这种三千枚的火箭 那还有一架跨界来杀人 我们也从没想过 对所谓对着摩 摩萨德这个以色列情报 又是很大一个挫败 那这次船呼机也是也是很多人说 是对真组长的情报 是一个很大的挫败 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呢 那我要说三个层面的事情 他们前面两位这个 这个胡平兄和育儿 说的我 我大体上都同意 但是我要先说一个细节 胡平兄刚才提到 嗯 说是改用船呼机 嗯 因为这个六月份这个发生的手机定位 嗯 不是这么近的事 这个珍珠党使用船呼机已经由来已久 嗯 这个就是因为在这之前 这个伊朗的那个那个那些官员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自卫队叫什么 那个那个被定点杀 包括这个俄罗斯也干过这样使用手机这个这个定位信号 嗯 定点清除这个敌对势力的事 所以呢 这件事情的使用手机的风险 这个他们早就知道 他们使用船呼机呢 也由来已久 这个只不过呢 是五月份下了订单 就要更换一批船呼机 那么因为他使用这个东西由来已久 所以以色列在运作这件事的时候 这个这个在两年前 就在匈牙利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 这个我这么说 直接点名以色列 你去看德国之声啊 德国之声 就是今天的报道 标题 就不是那个整个那个提要 就说以色列这个弄了这样一个 这个这个空壳公司 来来来 这个客户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黎巴嫩政助长 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这个就这算是一个官方媒体 这个这个确认这件事 就直接点名是以色列 嗯 这个纽约时报也直接点名是以色列 那么咱们就姑且这个这个西方大媒体 都这样说 我们就姑且说这件事就是以色列干的 那么这个他两年前就运作了这样一个公司 而且呢通过台湾这个这个给了他这个这个 呃 贴牌的授权 但是呢 这个这个咱们先说以色列啊 以色列这个这个这件事呢 这个等于说运作已久精心策划 然后呢直至这个到现在把他引爆 呃 而且呢这个采用的这个产品 都是来自跟以色列美国友好的国家 比方说台湾 比方说日本 这个那就是说呢 他不相信这个其他的供应链能够满足他们这种配合 那么至于台湾和日本给了多大的配合 日本方面说这个这个他这个那个那个巡护机 他那个对讲机他已经停止生产了 而这个台湾方面呢 倒是没有停止生产这个型号的对讲机 因为这个巡护机 呃 这个还还还说以色列台湾 那会儿我作为一个话题来讲 这个引发了这样一场这个这个爆炸事件 接连两场爆炸事件 然后呢 两场爆炸事件之后呢 以色列马上就发动了这个这个空袭 炸了里巴伦珍珠党 大概说一百多个火箭发射场 嗯 因为这个先打断了他们的通信联络 然后陷入这个对方这个指挥混乱 然后立刻就发动了这个袭击 这是连续三天的行动 从17 18 19 这个连续三天 以色列的一个一个连环操作 当然给珍珠党造成了极大的这个打击了 这个到目前为止死亡37人 2900多人受伤 这个据说呢 其中有两三百人伤势严重 因为他采用的方法呢 是这个呃 延迟爆炸 就是BB机响了之后 延迟个十几秒钟 然后再爆炸 就是让人的能够拿到眼前来看 因为你BB一响一震动 这个这个你总要拿起来看看是什么 然后就直接就炸了 嗯 当然我也看到这个视频画面 画面半导电视台 很多人是肚子被炸烂 很多人呢是眼睛被炸瞎 当然死亡的人一定是拿到眼前来看 或者看的比较近 直接就把头爆 那个 然后呢 说这里边这个都是这个珍珠党人 我也我也也很难完全相信 因为呢 使用BB机呢 在现在的发达国家 包括中国 这个都在使用 使用的人呢 主要是医疗人员 就医护人员 因为你拿手机进那个医疗场合 它是有信号干扰的 收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就是各种检测仪器啊 包括手势室里边 包括这个医生这个要要要找到这个 迅速有有有伤情找他们来救援 都是通过这个这个巡护机来来来来来来 来这个呼叫 包括这个这个消防队等等 所以呢 这次这个黎巴顿这个受伤的人当中 死亡的人当中有很多是医护人员 还包括一个八岁的孩童 那么这件事呢 你说他这高科技也好 很佩服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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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技术含量也好 如此奇思妙奖也好 你都可以从这个赞扬情报部门的角度上 认为他他太厉害 摩萨德这简直了 但是呢 这件事同时开启了一个潘多拉盒子 就是说把这个民用这个电子消费产品武器化 那就可以以此类推可以干很多事 你看因为现在他就弄了两件 一个是巡护机一个对甲机 那其他的手机呢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个电子产品电脑啊等等 你也可以设想如果这个前天到没有发生这种事 这个这个因为这个巡护机和对讲机是可以上飞机的 通过案件之后你就可以拿上去 这个这个是不被限制的 如果有人正好在飞机上而且引发这样的爆炸 那这个事情问题就可能比这个在地面上要严重的多 这这存在就就包括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你等于把这个一个民用电子产品制成了一个 这个这个可以爆炸杀伤人的这种特洛伊木马 所以呢这件事呢 所以联合国出面抗议 这等于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完全无差别的 既针对军事人员也针对这个这个普通平民 就是等于在这个他在加沙的那种屠杀方法 用一个电子的高技术形式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就就就就就就把它实施出来 然后我也看到以色列官方又谴责联合国大会 刚刚通过要求在一年之内撤出加沙的这个决议 就完全不拿联合国当回事 那么这样一个事由以色列开启 由他的这个高智能人员开启这样一套袭击模式 这个等于给人类制造了一个未来的极大的困惑 和未来极大的冠病的这样一个因素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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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新的战法 这个战法很很像中国古话说奇迹引巧 但是这个开启的这样一个未来是非常可怕 就是民用电子产品武器化 然后呢无差别的这个这个屠杀这个这个 这个敌对势力或者平民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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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实在是以色列干了一件很恶的事 这个 这是以色列方面 那么我要 要说说 台湾被牵扯进来 这件事也非常令人担忧 因为到目前为止 那个新阿波罗那个公司董事长出来 首先喊员 然后发了一个公司的声明 嗯 就是我就是贴牌的 但是呢 这个就这公司而言啊 他首先没有说清楚 因为这个放在匈牙利的那个公司 这个空格公司 这个这个 对对方的只做贸易 就是那个对方也发了一个声明 说我我只是中间商 生产并不是在我这生产的 然后呢 这个阿波罗公司和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那个 给的说法似乎是说 呃不是在这生产的 不是在台湾生产的 跟我们没有关系 被别人盗用了这个这个 这个贴牌的行为 但是他并没有说清楚 跟这个贸易公司之间的往来 包括这个具体在哪生产 怎么回事 就完全没有说清楚 然后呢 台湾经济部和这个外交外外交部 两个部都发表了谈话 发表谈话呢 含糊其词 让人理解说 他就他就直接说 这个原话是说 在台湾生产的这个型号的BB机 这个本来是没有这个这个任何炸药 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事 嗯 就是让人听起来是说 在运输途中 这个在到达这个 郑主党手中之前被人中间做了手脚 嗯 但同时呢 他等于 含糊其词的承认了 这件BB机就是在台湾生产 因为外交部和这个经济部两个的发言 都说台湾生产的某某产品 里边并没有这个这个安装任何爆炸装置 我们没有参与这个事 嗯 所以这就 给台湾带了很大的麻烦 因为这个这个电子检测专家 反复说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BB机 那个巡护机 叫叫叫 台湾叫BB扣 有三千多个焊点 外边还有各种各样的包装生产完了之后 你很难说 在运输途中 在船上或者到哪一个中转站 然后把五千个巡护机 这个全部拆开 然后呢 把三千多个焊点打开 然后再往里边塗装什么东西 他是把大概五克这个 稳定性的延迟爆炸的炸药 涂到了那个电池上 那么所以这件事呢 就台湾到目前为止的解释 是含糊不清的 这个含糊不清 我不相信珍珠党方面 黎巴嫩方面 或者中东的人是相信台湾 这样一个解释 所以呢 才有刚才玉文说的这个网络媒体 舆论媒体说 是美韩 这个这个以色列 以色列美韩 官方的情报部门联手运作的 但是呢我也不同意 这个台湾官方 直接参与的这件事 我不认为会这样 就像胡平兄说的 给自己找麻烦 虽然台湾在这个以色列的 这个巴以问题上 是强烈支持以色列 这个是这个这个 舆论各方面都是这样 而且每次这个通过 联合国大会通过 这个包括安理会通过 这个反对以色列的决议的时候 大概有14个国家 每次都是14个国家 这个就是美国以色列 加上一些个这个 这个这个东欧的那个 三小国 还有呢另外的五个 全是台湾的邦交国 就是说这个台湾倾向于以色列 然后反对巴勒斯坦等等 这样的态度 在外交层面上 一直是很清楚的 一直是而且很强烈的 这个我我都不认为台湾 要要持这样的态度 但是他一直持这样的态度 那么这样的态度本身 会不会导致民间 包括某些公司 这个这个勇敢的 跟以色列情报部门合作 这个这个 但不是官方行为 但是呢也给台湾带了伤害 所以呢这件事呢 对台湾来说并没有完 对台湾的这个产品供应链的 这个这个这个 在在中东或者是南南方 包括非洲市场等的这种危害 是相当大 而且呢这个这件事 因为黎巴嫩方面 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表 针对台湾的什么说法 一旦他们产生什么说法 对台湾人在海外经商 和社会安全 都会带来很大的威胁 所以这件事呢 假设 不是台湾官方 或者情报部门参与的 只是民间 有某种程度的参与 或者这个公司 有某种程度的参与 这个我刚才说这个 就把它拆开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在原产地封装之前 把它预设进去 这一点是这个 目前的很多这个分析专家 都都都这样认为 那么如果产地就是台湾 那就台湾的某种参与 对台湾来说呢 是一个严重的市场信心的打击 电子电子代业消费产品 以及这个公共安全的这种危害 这个危害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显示出来 那么这是说到台湾 第三个层面 这件事情对国际供应链 以及这个消费性电子产品 这个被武器化之后 对国际供应链 这个造成的打击也相当大 到目前为止 这个中国有好几个公司 这个股票开市 股票开市以后就涨停了 就是跟消费类电子产品有关 这个订单简直就蜂拥而来 而且要求全部供应链在中国 这个订单来自中东地区和非洲 所以呢 这个美国也好 以色列也好 或者西方发达国家也好 这种开启了民用电子消费产品 武器化的进程之后 客观上会对自体的产业造成沉重打击 而这个给这个这个能够提供安全电子产品的国家带来了某种商机 这个也是一个意外的一个一个后果 所以呢 这个美国应该就这个事情 虽然他的外交发言人 白宫发言人都含糊气死 他说我不知道我们没有参与 但是大家都认定 因为美业关系这样一个情况 而且在这之前 这个以色列要实施对黎巴顿的这个特殊行动 是给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打过电话 提前通报 这个这个而且呢 这个爆炸发生之后 网上传出的小视频 看到内塔尼亚湖在催口上表示心灾乐阔 很多这个以色列右翼在庆祝 所以这种情况 使美国也难辞其咎 或者难以逃脱对他的怀疑 那么你这样去打击未来电子消费产品的供应链 自我毁伤 我估计呢 对西方来说长期来说也是非常不值的一个情况 我就说这么多吧 感觉起来好像世界越来越乱了 变得不可测 这个牵涉的事情太多了 还是牵头万绪搞不定 好 中东这个黎巴顿的这个传物器的磷槃爆炸 我们讨论了一下背后的缘由 那到底台湾会怎么样 我们再看看吧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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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